《聖經吉甲,我們的使命,聖靈更新,活出聖經,合一榮神》 提目標題,《基督教宣教中的危機管理》 《聖經吉甲》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話題 《基督教宣教工作中確實存在一些潛在的風險和挑戰需要管理》 可以從幾個方面簡要分析一下 1. 安全風險在一些地區,宣教士可能面臨人身安全威脅 2. 文化衝突,不同文化背景可能導致誤解或摩擦 3. 法律問題,某些國家對宗教活動有嚴格限制 4. 心理壓力,長期在意國他鄉工作可能帶來心理負擔 5. 資源管理,資金和人力資源的合理分配也時挑戰 6. 突發事件應對,自然災害,政治動等情況需要應急如案 我們應該如何有效管理《基督教宣教工作中的安全風險》? 6. 管理基督教宣教工作中的安全風險確實是一個複雜的課題 6.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策略 1. 風險評估 7. 定期對目標地區進行全面的安全風險評估 8. 與當地政府和其他宗教組織保持聯繫 獲取最新信息 2. 培訓和準備 為宣教士提供安全意識和應急處理培訓 教授基本的自我防衛技能和救救知識 3. 通訊和監控 建立可靠的通訊系統 確保與宣教士保持定期聯繫 使用GPS追蹤等技術 1. 在緊急情況下能夠快速定為 4. 本地化策略 4. 與當地社區建立良好關係 4. 適當融入當地文化 5. 減少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5. 緊急預案制定詳細的撤離計劃 5. 與大使館或領事館建立聯繫 6. 以便在危機時刻獲得協助 6. 保險和法律保護 6. 為宣教士購買全面的保險 確保所有活動符合當地法律規定 7. 心理支持 提供定期的心理諮詢服務 建立同伴支持系統 8. 信息安全 保護敏感信息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關注或誤解 這些策略需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調整 我們應該如何確保宣教士的心理健康和福子 確保宣教士的心理健康和福子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策略 1. 定期心理評估和支持 提供定期的心理健康檢查 安排專業心理諮詢師進行遠程或現場諮詢 2. 建立同伴支持系統 鼓勵宣教士之間建立互助小組 安排經驗豐富的宣教士作為導師 3. 充分的休息和假期 確保宣教士有足夠的休息時間 提供定期返鄉或度假的機會 4. 持續的培訓和個人發展 提供持續教育和技能培訓的機會 鼓勵個人興趣和愛好的發展 5. 家庭支持 威爾芬宣教士提供家庭諮詢 協助維護與遠方親人的聯繫 6. 文化適應支持 提供文化適應培訓 幫助解決文化衝突和誤解 7. 靈性關懷 提供靈性指導和牧養 鼓勵保持個人信仰實踐 8. 壓力管理 教授壓力管理技巧 提供冥想或正念練習等工具 9. 明確的角色定位和期望 設定清晰可實現的目標 定期回顧和調整工作內容 10. 建立支持網絡 與當地教會或其他組織建立聯繫 鼓勵參與社區活動 我們在實施這些建議時 會遇到那些潛在的挑戰 我們應該在實施這些建議時 確實可能會遇到一些挑戰 1. 資源限制 財務資源可能不足以支持全面的心理健康計劃 在偏遠地區可能缺乏合格的心理健康專業人員 2. 文化差異 某些文化可能對心理健康話題存在stigma 心理健康實踐可能需要根據當地文化進行調整 3. 距離和通訊問題 遠程提供心理支持可能面臨技術挑戰 時差可能影響即時支援的可能性 4. 宣教師的抗拒 1. 宣教師可能不願承認自己需要幫助 他們可能擔心尋求幫助會被視為軟弱或信心不足 5. 組織文化 1. 宣教組織可能過於強調堅強和犧牲 可能需要改變組織文化以重視心理健康 6. 隱私和保密性 在小型宣教社區中保持隱私可能具有挑戰性 需要建立信任,確保信息不被濫用 7. 持續性和一致性 維持長期的心理健康計劃可能面臨挑戰 確保所有宣教師都能平等獲得支持可能困難 8. 評估效果 衡量心理健康干預的效果可能複雜 可能需要時間才能看到明顯的結果 8. 應對這些挑戰需要靈活性、創新性思維 8. 以及組織各個層面的承諾 9.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9. 我們應該如何優先分配有限的財務和人力資源 9. 以最大化心理健康支援的覆蓋面 9.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9. 合理分配資源確實是一個挑戰 9.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策略 1. 分層支持系統 10. 建立基礎 10. 中級和高級支持層次 10. 所有人都能獲得基礎支持 10. 根據需求提供更多資源 10. 培訓內部資源 10. 對部分宣教師進行基礎心理健康培訓 10. 創建同伴支持者網絡 10. 減少對專業人員的依賴 10. 利用技術 10. 開發在線自助工具和資源庫 10. 使用視頻會議進行遠程諮詢 10. 降低成本 10. 建立夥伴關係 10. 與當地心理健康組織合作 10. 尋求志願者專業人士的支持 10. 重點關注高風險群體 10. 識別和優先支持最需要幫助的宣教師 10. 為新手宣教師提供更密集的初期支持 10. 群組活動 10. 組織團體療育活動 10. 提高效率 11. 促進宣教師之間的互助網絡 11. 預防為主 11. 投資於壓力管理和適應性技能培訓 11. 定期進行簡單的心理健康檢查 11. 靈活的資源分配 11. 建立快速響應機制 11. 根據緊急需求調整資源 11. 允許資源在不同地區或項目間流動 11. 整合服務 11. 將心理健康支持 12. 融入其他培訓和支持計劃 12. 多功能人員培訓 12. 如讓靈性指導者也提供基礎心理支持 12. 衡量和優化 12. 定期評估干預措施的有效性 12. 基於數據不斷調整資源分配 12. 這種方法只在通過創新和效率最大化有限資源的影響 12. 我們應該如何為基督教宣教中的危機管理祈禱? 12. 為基督教宣教中的危機管理祈禱是一個深具意義的行動 12.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祈禱方向 12. 為活動策略 12. 祈求上帝賜與宣教組織領導者智慧 12. 能夠識別潛在的危機並制定有效的管理策略 12. 保護和安全 12. 為所有宣教士的人身安全祈禱 12. 特別是那些在高風險地區工作的人 13. 心理健康和靈性力量 12. 祈求宣教士能夠保持心理和靈性的健康 12. 有力量面對各種挑戰 12. 團結和支持 12. 為宣教團隊之間的團結合作祈禱 12. 使他們能夠互相支持 12. 資源供應 12. 祈求上帝提供必要的資源 12. 包括財務和人力資源 12. 以支持危機管理工作 12. 禍平與開放 12. 為宣教工作所在地區的禍平與對福音的開放態度祈禱 12. 適應能力 12. 祈求宣教士有能力適應不同的文化環境 12. 減少文化衝突 8. 明治決策在面臨危機時 12. 祈求能造出明治和及時的決策 9. 醫治和恢復 12. 為那些已經經歷危機的宣教士祈禱 12. 求神醫治和恢復 12. 信心和勇氣 12. 祈求宣教士在面對挑戰時保持堅定的信心和勇氣 11. 溝通順暢 12. 為宣教士與總部之間的溝通祈禱 12. 使危機信息能夠及時傳達 12. 祈求與當地社區、政府和其他組織建立良好關係 你可以根據具體情況調整或擴展這些祈禱內容 在祈禱中,重要的是保持謙卑的心態 承认我们的限制 并信靠上帝的引导和保护 题目完结